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电影从一席华丽的家庭聚餐开始 鲨鱼 片鱼 拍粉 炸鱼 扣肉上蒸笼 整肌脱骨 生菜割松 鸡包翅 松鼠鱼 火爆双翠 东坡肉 七锅鸡 所有的菜都出自老猪之手 退了休的大厨老猪端上一盘又一盘精致的料理 可餐桌上的三位女儿却满脸的闷闷不乐 在餐前祷告的是家中的大女儿家珍 有着虔诚的信仰 既是耶稣的信徒 又是学校的老师同时还是家中的长女 尚未嫁人 家中小妹嘉宁则在快餐店工作 年纪最小也最机灵 而二女儿嘉倩则是航空公司的经理 连周天下午都要加班 家倩是一家四口中目前唯一有伴侣的人 老猪在妻子去世后一直未婚 这样一个周天 嘉珍骑着摩托 嘉宁乘着公交车 嘉倩则坐着轿车回到家 坐在这一桌精致的菜肴面前 这个家没了妈妈 妇女间也没话说 而每一次说话都是一场革命 猪爸正想说些什么 却被嘉倩打断 他宣布要搬出去住 两三个月后就搬进新店大厦的东方小巴黎去了 嘉倩一边宣告一边看着爸爸的脸色 爸爸沉着脸一言不发 电话响起 猪爸爸接过后立马起身 皮衣穿鞋出了门去 走势还不忘提醒女儿们真笼里的蟹粉汤包 屋内三人也都停下了筷子 烟还在热腾腾的冒着 一家酒楼的后厨 猪师傅穿越廊刀一般的厨房 来到经理面前 换上了衣服 老温给老猪戴上眼镜 说是某司令的喜宴一切都顺利 可是最后一道脆盖排斥却做坏了 老猪看过后当机立断 婚宴的后厨毫不热闹 可家里却冷冷清清 一桌的菜没动几筷子 大姐不知为何对嘉倩搬出去 感到心里不平衡 嘉倩却说能够理解 但她没办法和爸爸再住下去了 小妹在大姐二姐两人之间游走 接话 嘉倩认为给爸找个跟他年纪相同的伴侣会比较好 比如梁伯母 大姐让嘉倩不要开玩笑 认为爸和妈的老实相爱是忠诚而真挚的 嘉倩却说 那种吵吵闹闹就像是战争 大姐说她不懂 妈死的时候她还小 二姐却说 再小都比你了解她 老温帮朱师傅尝了口菜 味道不错 喜宴的场面控制了下来 隔壁的景容带着女儿姗姗来串门 和家珍闲聊起来 月色下两人聊着各自的生活 梁伯母在美国跟着女儿警奉住 家里有个外国女婿 她住不惯要回国 景容不仅要照顾回国的妈 还要打离婚官司 生活坚信如言 嘉倩说猪爸将来也是会跟他的 反正他是要照顾爸一辈子的 老猪那头忙完了 两老边喝边聊 老温说老猪想要的要不来 想赶的赶不走 别 大女儿在大学被男友抛弃后 感情受到创伤 便不愿意恋爱 嫁不出去 二女儿的个性又遗传了父母的各一半 倔强的任性像妈妈 挑剔爱摆架子像老猪 一边谈起长大的女儿们 一边聊起老猪的舌头 最近她越来越尝不出味道了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 不想也难 醉醺醺的 两老砍吃喝砍生死 软绵绵的拳头栽在肩膀上 极其可畏又摇摇欲坠 两只胆小的仙人 不敢在人世间走上这么一遭 仙人若是走了一个 就不再全乎了 一早老猪挨个叫孩子们起床 接着便去晨跑 遇到珊珊在等公交 吃着老猪昨天做的汤包 见珊珊没有便当 老猪便回到家烧了几个菜 中午送到她学校 无锡排骨 歇入菜心 青豆虾仁 摆满了小小的课桌 一群孩子围上来 毫不羡慕 大姐在学校教书 一般的男生 心不在焉地听着课 突然一颗排球飞进教室 家人去送排球 抛给了满身肌肉的体育老师 放学后 家人听着教会的音乐 新来的体育老师骑着摩托 戴着墨镜 两人相互对视 家人在公司的会议室 讨论航线的争夺 发言完毕 老板紧接着介绍了 星道航空公司的谈判员 李凯 嘉倩和李凯 两人也相互对视 家人和嘉倩 却走上了全然不同的道路 而家中最小的小妹 则游荡在闺蜜的男朋友身边 闺蜜与男友情感不和 而嘉宁 作为友好的第三方 互相安慰着两人 给两人解释 情情爱爱 不知不觉中 感情正在发生错位 老板走进嘉倩的办公室 告诉嘉倩 有一个阿姆斯特丹的 副经理空缺了 要她去接管 嘉倩刚买了房子 这又要往远了走 一时间让她有点措手不及 晚上 嘉倩来到男友家 大展拳脚 烧了一桌子功夫菜 她和男友说 自己不能在家里烧菜 父亲把她赶出了厨房 边说边想起 小时候父亲种种可爱之处 在大厨房里嬉戏玩乐 再对比现在将至的妇女关系 不禁让她垂了头 也没了兴致 而另一个厨房内 老猪未决退化 给老温勺了一口菜 让她尝尝味 谁料老温一吃 颤抖着倒了下去 医院里 老温惯了肠 人也精神些了 见到嘉倩更是开心 两人像亲密的父女一样 聊起了从前 老温让嘉倩体谅老猪 之所以把她从厨房的油烟里轰出去 是为了让她念书 而不像爸爸一样 一辈子是个厨子 老温回头看看老猪 说她憋了一肚子的心事说不出来 如果再不说 那就不只是惯常而已了 大雨淋漓 景蓉和珊珊 把从美国回来的妈接回家 梁伯们登场 带着一股子尖酸刻薄 不可一世的姿态 这么老的电梯 三姐妹的情感生活都开始发了叫 小妹挑拨着闺蜜和男友 嘉倩则和李凯秩序相投 大姐的办公桌上 每天都会出现一封情书 她望向排球场 体育老师和她挥了挥手 闺蜜的男友国伦 依旧等在快餐店 可这次 她是来等嘉宁的 嘉倩带着男友 来到了自己新买的小房子 东方小巴黎 一个讲台湾话的阿伯 对他们说 这里的楼是违章建筑 附近都是埋化学毒品的 公司已经倒闭跑路了 面对男友 嘉倩表面上笑嘻嘻 心里 她来到医院打算看温伯伯 谁料温伯伯出了院 居然在这里遇到了 独自来检查身体的猪爸爸 猪爸爸拿着一个检查报告单离开了 嘉倩看到医院颤巍巍的老人 再望向父亲 眼里不知怎的滚起泪花 周天到了 老猪叫醒女儿们 嘉倩却早早坐了起来 对着父亲欲言又止 到了晚上 第二餐家庭晚宴 老爸做的菜越来越没有滋味了 而嘉倩正打算说 要调到阿姆斯特丹工作的事 父亲却开口打断 说在报纸上看到了嘉倩房子的事 并告诉女儿 依旧能在这个家住下去 嘉倩也就闭了嘴 像老猪一样憋着 也留给自己考虑的余地 晚饭结束 老猪打着伞 开门请景容一家进屋 边走边客套着 梁伯母一进屋 就把家中的老少 包括自己的女儿 都得罪了个便 一坐下 就用她那一口 纯正的湖南话 调侃着美国的女婿 老猪在梁伯母面前 脸上笑嘻嘻 心里却 三个女儿在一旁 看着她俩 嘴里骂着 大姐源源不断地 收到情书 每天一封 让她很是苦恼 而体育老师明道 让家珍想如飞飞 嘉宁在坐公交车时 给孕妇让了坐 而猪爷爷 把自己做的盒饭 换给珊珊 她则吃珊珊妈做的难吃的饭菜 嘉倩和李凯的关系 郁佳亲密 李凯十分成功 为人散漫 但颇有魅力 嘉倩通他闲聊时得知 他在美国有一个儿子 和妻子关系冷淡 不经意间 嘉倩好像知道了 李凯和大姐 念的是同一所大学 而李凯的描述 让嘉倩郁佳确定 她就是当年 大姐口中抛弃自己的男友 嘉倩望着这个男人 不知所措 嘉倩在闺蜜面前 坦白了她和国伦的事 晚上 隔壁的卡拉OK 依旧吵闹着 珠家的餐桌 又是一场革命揭杆而起 嘉倩和大家宣布 她和一个男孩恋爱了 决定搬过去住 不过最主要的原因是 我坏了她的小孩 出租车 雨天 上车 开走 三人立在门前 车子和人 不见了踪影 老猪跑到澡堂 唉 大姐和嘉倩洗着碗 一边洗嘉倩一边试探地 问大姐 还记不记得大学的李凯 大姐不愿意提起这段往事 什么是家 什么是新 让两姐妹隐隐作痛 嘉倩认为 姐想接碗妈的位置 而姐姐却以为嘉倩恨她 两人的谈话 在沉默中收尾 梁伯母一边吞云吐雾 一边和老猪分享着 她的成年往事 老猪脸上笑嘻嘻 心里却 夜晚的办公室内 嘉倩和李凯探讨工作 半开着玩笑 李凯帮嘉倩揉起太阳穴 肌肤接触 身体便不自觉地清理起来 男人的欲停不下来 女人听到了自己的名字 却想起了另一个女人 嘉倩问李凯是否记得朱家珍 李凯依稀听过这个名字 但她记忆中的朱家珍 只是林班的一个女生 而并非与她有过什么 感情纠葛 爱恨情仇 而梁伯母的女儿景凤 才是她的女友 嘉倩恍然大悟 大街口中的情感创伤 是她幻想编造出来的 嘉倩深受冲击 跑到男友家寻求慰藉 可男友的屋内 有了另一个世界 门让嘉倩孤独了 老温回到厨房 大伙热烈地欢迎着 可她的脸突然一沉 搭着桌子坐下 眼睛闭上 再没睁开 嘉倩从一个死亡 回到另一个死亡 温伯伯走了 父女俩安置了 老温的骨灰 雨天散下 老猪的眼泪不止 止不住的 嘉倩给爸爸 泡了一杯高山茶 老猪不要 半闭着眼说 我的味觉已经死了 嘉倩回头望向 厨房里乘风的调料 郁郁累累 一切都没了滋味 嘉倩看着一床的情书 深处的辛苦们 压抑到了极致 她搬来两个大音响 对着隔壁的卡拉OK家庭 制造了一场狂风咒语 嘉倩来到学校 打算用全新的姿态 去面对人生 可是桌面上空空如也 可见 嘉倩对着全校怒吼 对写情书的人 她憎恶恼 又感到心在为她所痛 不出所料 是学生为了报复老师 撕毁情书而做的恶作曲 体育老师明道来安慰嘉倩 悲痛至极的嘉倩拥向她 然后花悲痛为动力 摊出脑袋 嘉倩与男友挥面 嘉倩为那晚去找她而抱歉 男友却告诉嘉倩 她要结婚了 并对自己的未婚妻 夸赞了一番 嘉倩隐忍着 可男友却说 希望自己的生活能一如既往 而她和嘉倩的朋友关系 也想继续保持 不知是悲痛还是恶心 嘉倩去身呕吐 酒店经理来到老朱家 请朱师傅回去坐镇 老朱说 人为财死 鸟为食亡 为财死是人的事情 为食亡是鸟的事情 老朱不想像老温一样 一辈子好于此 并为人们对菜品菜戏的亵渎 感到失望 经理问老朱 您是不是打算另起炉灶 老朱听到后 脸上浮现了一丝细微的影笑 梁伯母和景荣聊着天 聚聚落在老朱单身 人也不错这两点上 景荣给了妈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 周天又到了 老朱把棒棒硬的叫花机 锤得一阵一阵的 打开荷叶包 就像一个多年深白土下的 枯枝半叶有了香气 家珍的革命开始 他宣布 今早他和明道公正结婚 而他的丈夫就在门外 家珍起身把明道拉了进来 猪爸的斧子还没放下 最难家调的大女儿 就被突突突的摩托车载走了 游进至远 这个家越来越大 也越来越小了 行李打包 人去镂空 梁伯母又来了 对着老朱说上一些肺腑之言 说爸从包里拿出景荣的离婚证 还要把证书裱起来 挂在厕所的墙上 又说儿孙自有儿孙福 想他们 不如多想想你自己 老朱脸上 茶馆里 家倩和李凯见了面 他决定不去阿姆斯特丹了 虽然放弃了一个机会 但他觉得爸爸挺需要自己的 要留下来 两人也以好朋友的身份 作为这段感情的尾巴 嘉倩来到小妹家 说这周日爸爸邀请大家来吃饭 说有事情要宣布 他自己的事情 两人推测老爸最近压力太大 迷糊地和梁伯母对上了眼 要宣布这件事情 周天到了 家里一团乱 老朱失了分寸 乱了手脚 两个女婿笨拙地捉起鸡 梁伯母 景荣 还有姗姗进了家门 梁伯母还带了礼物给老朱 最后一餐晚饭开始 梁伯母犹如主人 喊着开动开动 饭桌闲谈 梁伯母说到嫁不出去 大姐不再是一副苦瓜脸 而笑出声来 父亲敬酒 梁伯母倒酒 酒喝足了 憋在心里很久了 老朱站起来说了一番话 却还是说不出口 而梁伯母对老朱说 好吧 既然今天的局面是这个样 我就说了 我在关渡 找到很好的房子 稍微旧了一点 要整修 那是很好的地方 各把越野就可以搬进去了 好啊 搬家死耗死嘛 新人新无 新气乡 好 我先真没酒敬你 梁伯母 我真的没把锦容照顾好 可是我可以对天发誓 只要我老朱有一口气在 我绝不让他们母女 挨饿受冻 我们家永远欢迎你来玩 你看 这是我上个月在荣总 做的健康检查报告 请伯母成全我们 我先干为敬 干 干 爸 别喝了 你别喝了 你喝多了 我没喝醉 是不是弄错了 爸你疯了 你在胡说什么 我没疯 我清楚得很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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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姐 给他三千张 你闹鸡 你竟然怪我 你那吗 不要 小心一点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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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一点 妈 什么家 梁伯母喊着 我要回美国 被抬出屋外 家庭站着不动 也动不得 爸爸回头看了女儿一眼 然后 走了个干净 张爱玲说 整个世界 像一个 柱空了的牙齿 麻木木的 倒也不觉得什么 只是风来的时候 隐隐的 有一些酸痛 饮食 男女 这部电影是讲 谎言和牺牲意识 架构出来的 一个食不知味的 空虚人生 编剧之一 王惠玲说 吃 饮食 是台面上的东西 欲望 男女 则是台面下的东西 台面下的东西 永远不能拿到 台面上来讨论 这也是主角 荒谬行径的来源 老爸的味觉 从丧失到恢复 比喻父亲在情感上 自压抑 到解放的转折 而紧扣住 饮食男女的主题 食色 性也 我这两天 从第一餐晚饭 父亲就打算 说出来的是 一直到最后才说 从头 逼到尾 越往后生活 越没有味道 舌头也就麻木木的了 片中母亲过了事 一个爸爸 三个女儿 都想取代妈妈的空位 但都不成功 讽刺的是 二女儿在刚开始 只有她有过性经验 是三姐妹中 最光鲜的一个 最开放的一个 可是到了最后 她是唯一 没有归宿 及性伴侣的 最传统的 反而是她 连老爸都跑掉了 李安说 我觉得经常是 家中最聪慧 而叛逆的孩子 一眼看透 家里的虚伪 却又在家庭 面临解体时 承担起一切 二女儿 就是这样的角色 对于李安来说 中国父亲 是压力 责任感 及自尊 荣誉的来源 父亲三母曲当中的父亲 永远是从大陆 离去台湾 或者居住于美国 的一个他者 隔了一个海洋 文化传承 发酵 质变 所以推手中的儿子 对传承不知所措 席宴中的儿子 是同性恋 冲淡传承的意味 影视男女里 根本没儿子 都是女儿 传承已经走位了 甚至都让父亲来完成 而父亲的压力和阴影 逐渐在李安的心上退却 推手里 父亲最强 有一身好功夫 席宴里的父亲 是位退休将军 典型的父权象征 但他开始打瞌睡 甚至送到医院急救 到了影视男女 家中无子 甚至安排把老爸给嫁出去 藉由年轻美貌的妻子 恢复味觉 重新找到人生的味道 更有意思的是 影视男女中 既有推手 又有喜宴 梁伯母从美国回来 受不了美国女婿的 种种生活方式 和推手里的老猪 与小生如出一辙 老猪去旧场的那家酒楼 正伴着司令儿子的喜宴 和喜宴当中 将军老高 给儿子伟同办婚礼相敬 也算是李安 放在电影中 两个小小的彩蛋 影视男女 不仅讲了身份的更替 破碎重建 还有更有意思的细节 藏在电影中 李安是如何表现 老猪憋屈的呢 电影中的老温 是个特殊的存在 他不仅仅是老猪的老友 而是他的眼睛 是他的舌头 他的心 同样也是老猪的肠胃 老温病倒了 对嘉倩说 他憋了一肚子的心事 说不出来 如果再不说 那就不只是 惯惯肠而已了 这件事显然是从头到尾 老猪一直想坦白的 警容的事情 老温已经知道了 李安让老温病倒 不仅仅是为后来 老温去世做铺垫 此时的老温 陪着老猪憋着 甚至代替 快要憋坏自己的老猪 大病一场 去医院灌肠 从而说出那句 你爸爸要是再憋下去 就不只是灌肠这么简单了 所以老温 就像是老猪的身体器官 老温去世 老猪也走了一半 嘉倩看到父亲检查身体 以为是父亲心脏有什么问题 谁料当时老猪去医院 是为了在结尾晚饭 与梁伯母的女儿们 告知自己身体是健康的 各方面功能没有问题 而做的检查 做了健康检查报告 请伯母成全我们 李安用一种错位的情感搁致 去解构传统的妇女关系 也暗示了最后的结局 包括电影中老猪 给警容传授做鱼的方法 老猪查补肾的秘方都是暗示 在第二餐晚饭前 老猪准备杀一条鱼 把筷子插进鱼的嘴中 正准备拍下去 却停住了手 为什么一个老厨子 会不忍心杀一条鱼呢 仔细揣摩 如果老猪从第一餐 就打算宣布 他和警容的事 那么到了第二餐 老猪正像是这条喉咙里 被插了双筷子的鱼一样 憋屈 闭塞 无法言语 在说与不说之间挣扎 当经理说出 猪师傅是不是要 另起炉灶时 我们看老猪的表情 暂停 有一种神秘的 蒙娜丽莎般的微笑 然后李安迅速地 把下一个镜头 切给警容和梁伯母 老猪把此处的另起炉灶 联想到自己的第二春 和警容的爱情 这一个小微笑 是整部电影中 老猪憋屈释放的那一瞬间 也是李安剧作惊喜的体现 我们很容易在 丰富的戏剧冲突中 忽略了老猪的憋屈 而大姐与老猪却全然不同 她从来都是有话直说的 当她听说家倩要搬出去住时 直接说出了自己心里的不平衡 她是唯一对隔壁唱卡拉OK 做出回击的 也在全校面前大骂写情书 却不敢承认的人 这与老猪的憋屈 和在家里所处的身份 恰恰相反 家庭是观察社会变迁的最佳缩影 李安在影视男女里 反映当时的中国社会 正面临新旧交替的转型期 社会从封建农业一元化 开始迈向现代民主多元化 世事打破成规 个人家庭社会及政治价值 进入一个脱续的状态 人们在改变的过程中 会出现罪恶感及不适感 这些都是李安的切身经验 透过朗叔在父亲三幕曲里 角色的发展 隔着太平洋 李安从另一个角度 来审视这份深入她血液里 仍不识牵动心中的相仇 饮食男女 吃饭等于革命 革命中大姐从保守转向奔放 二姐从奔放转向保守 而老朱也从家长变成客人 电影结尾 景容怀了孕 两人搬了新房 老朱乘着出租车 回到了过去的家 站在院外 巴望着这个家 曾经城堡上的王 自行滑落 回望着自己大半辈子生活的家 现在他像客人一样 按下门铃 嗨 嗨 请进 今天只有你人来了 他们都打电话来说抱歉 有事不能来 珊珊跟景容嘞 景容今天身体有点不舒服 珊珊在他外头下 不用拖鞋了吧 进来了 好 坐啊 快弄好了 老朱变成了这个家的客人 变成了自己人生的过客 我尝到了 热腾腾的饭菜依旧 老朱也尝到了味道 可是 女儿 爸 老朱 出心嘉宝 紀一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